我們LWK是一間以香港為基地的建築師篮 發展到現在超過了一千人 除了基本的建築業務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整體規劃 做一些圓林設計、室內設計、保育 大概六年前 我們看到整個大趨勢是對於BIM的要求越來越迫切 因為我們看回亞洲與我們有競爭的新加坡 大概六年前已經是要一個BIM的compulsor submission 在中國內地也有工件項目要做一個BIM模特兒的要求 所以我們開始重新去投入資源去研究究竟BIM 是否能夠配合香港的大環境 如果說到用BIM一開始的難度 我會覺得時間管理上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其實我們工程項目都比較趕 尤其是可能業主有些特別的要求的時候 他們容許我們做設計的時間可能都會比較少 當我在應用BIM的時候 其實整個overall的work flow其實是轉變了 其實我們前期要投放的時間和工作量 可能為了準確度其實我們要放得比較多 在後期可能會反而在管理上我們會輕鬆了 其實一開始去推廣給同事用BIM的時候 我們最大的難處就是要早點去跟同事解釋 其實我們以前做項目的時候 很多時都是幾十張圖紙 可能是說五、六十張的項目 二、三十張的計劃 再加很多一百幾十張的細節才可以解釋到建築設計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跟同事說 就是一個BIM模特兒可以做了這麼多圖紙的時候 好處是多和之後的改動都少 這個我們解釋了給同事聽之後 他們都漸漸地去接受用BIM去做建築設計的時候 都順暢了很多 他給任何軟件都豐富 或者更容易上手去完成手上的工作 到我們成功了某些項目之後 我們就會給他們一些成功的個案 我們可以做到這些事 或者可以很快地做到這些事 有些同事就開始慢慢接受這件事